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静页三幅讲记》 第十五集 八 不犯威疑 要因事因地制宜 第三句 不犯威疑 威疑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仪表 风度 礼节 一定要遵守 孔夫子说人如果不懂得礼节 在社会上就不能立足 我见过去教育对于礼非常重视 现在社会为何那么混乱 我们在教育上将礼疏忽了 礼是说社会秩序 是说人和人的关系 是说每一个人的身份 职责 义务 是和我们辨别这些事情 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 职责 义务 尽心尽力去做 人人都能够在自己的岗位 将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圆满 这个社会是和谐的 是进步的 大家的生活都会觉得非常幸福美满 这是礼教的功效 所以佛同我们说 决定不能犯威疑 再和各位同修说 将来的佛教 即使出现重林 也是信息现代化的重林 绝对不是过去的 过去重林那一套移规 没有一个人愿意去遵守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不会回头去做唐朝人 宋朝人 一定要现代化 要本地化 说老实话 现在就是由于交通的变质 资讯的发达 整个世界就变成一个地区了 在从前 我们只知道我们这个地区的事情就够了 今天不行啊? 今天全世界的事情 每一个国家民族 它的文化历史 意识形态 生活方式 乃至于一般风俗习惯 你统统都要知道 因为你随时都有可能出去旅游 你如果不懂得 出去就吃亏了 就野消化了 这样 佛弟子要想全世界每一个地区去宏法 这些如果不了解 你的佛法怎样弘扬 怎样能够让人接受 这个要知道 所以佛法不是死的 死的无价值 它最殊性最了不起的 它是活的 好像水一样 放在元气里面 它是圆的 放在方气里面 是方形的 水 外面境界千变万化 它是不变的 原则不变 原则不变 原理不变 在形式上 它时时刻刻都在变 这个也是它了不起 所以学佛不能够学死了 今天我们同修门学佛 有很多障碍 这个障碍产生在哪里呢 实在说 是你们违背了佛的教训所产生的 你们将佛法学死了 所以在家里面不受欢迎 家人一看到你学佛都怪怪的 学佛的人都不正常 这个怎样得了 错了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佛和佛的弟子 无论去到哪个地方 都受到大众欢迎 我们去到家里面 家人讨厌 走到社会 社会人讨厌 好像这个样子 释迦牟尼佛 还能够宏法利生吗 错了 不是佛法错 我们自己将佛的意思解错了 曲解 还自以为是 你说笨不笨 我们今天讲佛学 要讲现代佛学 那你要深入经作 了解过去每一个朝代 每一个地区的祖师 大德门 他们是怎样在当时 令佛教就他们那个时候 现代化 本地化 他才能够弘弱 才能够有深远的影响 我们参考的是 推陈出身 今天有今天的说法 有此时此地的一个说法 我们大家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 觉得佛法修行 一点都不困难 和我们的生活 完全没有矛盾 只带来我们更丰满的生活 更幸福的生活 没有一丝毫障碍 哪一个不愿意接受 大家为什么不学佛呢 麻烦太多了 障碍太多了 这样也不行 那样也不行 算了 不要学了 错在这个地方 不是佛经错 佛经没有错 我们认识错 我们将它解错 这里面 不犯威疑 没有再加一个 不犯释迦牟尼佛当时的威疑 如果加上这句 就没办法了 那就一定要守住那个时候 它这个不犯威疑四个字 活的 每一个时代 有每一个时代的威疑 每一个地区 有每一个地区的威疑 它们不一样的 威疑也就是离族 可见得这个字 写得清清楚楚 没错 找不到它的错 错都是我们自己 所以具足重界 那个界 也没有说是哪一部界经上所说的那个界 没有这样子 这个界是生活规范 今天讲国民礼仪 国民礼仪就是威疑 生活规范就是重界 各位了解这个意思 你要这样和人家宣传 哪个不欢喜 哪个能够说佛法是迷信 如果我们一定要说过去某一个朝代 或者指释迦蒙尼佛那个时代 那这个佛教当然是迷信 当然行不通 我们不单止不能够做中国人 还要做印度人 还要做三千年前的古印度人 这个哪个愿意 这个当然不愿意 所以 这个第二条 修持三规 具足重界 不犯威疑 就是佛弟子尊师重道的信条 就是尊师重道 孝顺父母具体的行法 修行方法 三规这个意义 如果不真正了解 我们从哪里归 我们医什么 这样 或者同修要问 有很多老太太们 他们一生认不认识字 也没有听到经 念这句阿弥陀佛 临终的时候 还站着走 坐着走 愚知时智 那是怎样一回事情呢? 我和各位说 他虽然没有听过经 虽然不认识字 也没有读过经 这个三幅十一句 全部做到了 你仔细去观察 仔细去检点 他没有一条缺乏的 人家一日度晚一句阿弥陀佛 什么都不想 心地清静 这个三规依里 规依僧友 他的思想见解 就是阿弥陀佛 西方极乐世界 他深信不疑 念念就是求生静徒 希望阿弥陀佛来接引他 这个知见 是正知正见 一句佛号不间断 不夹杂 就是个儿不迷 古德跟我们说 能念之心 是始觉 所念的佛号 是本觉 念佛就是归于觉 就是归于正 归于正 原来他一句佛号 三规依通通举足 不单止三规依举足 仲家亦举足 菩提心亦举足 整个大圣佛法 通通归纳到最后 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 读众大圣佛亦举足 他这样走 做一个样子 别人看了感动 圈花别人 他亦举足 自行化他 他用新教 圈进行者 你说他哪一条不举足 跳跳举足 我们能够比得上他吗 比不上 这个不能够看小人 这样 这三句是佛法里面的小学教学 从这个基础 就奠定到大圣的基础 就是佛法的大学教育 对方法导致 是佛法的大学教育 那是佛法 在仲人之间的并不专门 和语言之间的大学教育 你还不要听完 在既然是佛法的大学教育 对方法导致 没有了 你永远是佛法的大学教育 我永远是佛法的大学教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